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款非常简单的茶饮 但它的功效很好 它可以养阴新樽 这个茶饮都比较适合夏天和秋天饮用 第一个材料就是石盒 我这个石盒已经打成粉 若你平时去药材店会看到一粒粒椭圆形 石盒有大粒有小粒 产地多数在云南 由于以前那些人就发觉 这个石盒的功效很多 它对于很多疾病都有 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所以就和它改了名字 叫做 不死草和还云草 而且现在我们就知道石盒的性质微寒 但它可以帮助降血压、降血脂和降血糖 它也可以养阴新樽 对于胃是特别好的 而且肝脏也是 它对于我们的肝脏可以起到排毒和护肝的作用 肝的石盒 每人每日都用3-5克 不可以过量 如果过量 反而会有副作用 如果是新鲜的 每人每日都用10克 就能够用 其实石盒可以有很多的配搭 平时用来煲汤也可以 如果用来焗水就最简单 这次我想示范一个 对于眼睛也是非常好的焗茶 石盒我刚才用了1茶匙左右 大概是3克 然后用水温大概60度的水温就可以了 那你就冲进去 搅匀就可以了 那今次就加入一些菊花 你可以加一些胎菊 又或者好像我这种珍珠菊 珍珠菊就写每次7-10粒就可以了 所以今次我用了10粒 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浓 比较香 而且菊花本身都可以清热明目 对于肝脏也是非常好 那我就在旁边的水冲洗一下之后 就将菊花放在石盒的水里 那除了菊花之外 我还会加杞子 杞子也是会在水冲洗一下 杞子也是可以清干明目 而且对于我们眼睛也是非常好 杞子还可以起到一个固腎保蒸的功效 那我们就清洗一下 然后又是加入那壶水 然后大概就烤它15-30分钟 就可以拿来饮用 那你喝的时候 你不断喝就可以了 又或者加少少蜜糖 都可以的 其实就不苦的 不过如果你加少蜜糖 甜甜的都会好 以及石盒配搭很多东西都可以的 例如石盒可以配花旗心来焗茶喝 又或者是配蜜冬 还有一个对心血管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有些人就会将石盒 甜漆 和花旗心 每早上都一起食用 有时会将这三个材料磨成粉 然后就是每样少少 隔着都是一茶匙 每早上食用 对于通血管 也是非常好的 这次我介绍的茶喝 对眼睛也非常好 而且对胃也很好 喝石盒的茶 尽量不要过量 而且可以是隔天才来喝 一个星期大约三次 因为如果天天喝 又怕它会太多 每次的份量 如果干的 就是 3-5克就足够了 另外如果饮用石盒煲的汤 或者焗茶 最好不要跟萝卜一起吃 又不要跟绿豆一起吃 很容易就会减低它的功效 还有 也不要同时间一起吃 一些生冷冻的东西 这样 有些人不适宜 饮用石盒的 例如孕婦 还有 脾胃比较 很虚弱的人 还有有很多痰 痰濕很重的人 都是不适宜的 另外如果是 消化不良 胃酸分泌过少的人 都不宜饮用 还有石盒 对于糖尿病患者 是非常好的 它可以增加 胰岛素的活性 就可以降低血糖 和 令到血糖 回到正常的水平 另外 石盒 还可以抑制 癌细胞的活性 所以 它也可以 称得上 像是一个 环云草 好了 今次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频道 还有 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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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